大家好,今天我们主要讲的就是 富有是容易的,快乐我们需要学习,虽然我们讲快乐是人权 那可是其实大家要富有,其实我还觉得比较容易,因为富有是天赋 既然是天赋的话,只要你知道的话就会达到 可是快乐是人权,人权就权这个东西,其实还加上背后有义务啦,你有责才有权 所以快乐要学习是比较不容易,要得到快乐 所以以前我们在教CREC的宗旨里面就是 要大家要健康快乐提升 那我来分享一个 这有一个朋友,那因为写信给我啦,那他就是他已经财富自由了 这不是只有这位朋友,其实蛮多年轻的朋友,尤其40岁左右,那或是40岁以下 因为我们的投资方式让他财富自由了,之后他突然就碰到一个困难 什么困难呢?就是说 James我已经财富自由了,可是我这半年来过得不是很快乐 那我说那去旅游啊,到处走走看看啊,他说我已经跑太多地方了,世界都差不多绕了很多地方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投资一亿元讲座里面有一章节,就是在谈精神 假认识,假认你没有足够的精神能量的时候,而财富来得太快了,你就会碰到这样的状况 那我这个回答这位朋友的内容,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个谢谢你的来信,分享你的近况 我们人的一生就是来经历各种的状况与学习 这个过程要保持快乐的心 无论我们遇到任何什么事情都是一种学习 有些状况和心情只是一个短暂的状态 过一段时间自然就会好了 你很幸运能够在这么年轻就得到了财富自由 代表你还是有能力又有思想 只是我们人生就是这个样子 虽然命运关上一扇门,自然会开启另一扇门 命运让你无需未全工作,但是你要开始滋养你的精神 很多人在追求财富的过程,无论是在努力上班或者是正在努力争取事业上的发展的道路上 有可能都忽略了精神上的滋养 等到得到了财富之后 一停顿下来 才发现自己的精神上是比较空虚的 所以大家要学习除了工作赚钱 除了在发展事业的过程,除了照顾家庭 还要找个时间滋养自己的精神 在繁华的世界,最终我们都会是孤寂的一人 如何在我们孤寂的自我得到精神上的快乐 是终生学习的过程 每一个人都会有心情比较沉的时候 通常我的解决方式就是从内心感到快乐 只要你嘴角上扬 努力的笑 告诉自己 我很快乐 我很快乐 我真的很快乐 快乐的做每一件事 快乐的分享 无事可做 快乐的喝杯咖啡 快乐的看看书 快乐的看看YouTube的影片 快乐的种种花、种种草 快乐的看书 快乐的陪小孩 快乐在当下 过去的种种都是美好的 未来是充满无限的惊奇跟学习 我们有很多事可以快乐的去做 做每件事都快乐 没事发呆也是快乐 快乐是人权 所以我们每个人 就是任何时间任何事情都要感到快乐 无论是艰难或是顺遂都是一种学习 你要感到快乐 如果有机会 当然是能够遇上好的异性朋友 还是可以交往 有一位异性朋友的陪伴可以聊聊天 讲讲话 只要思考 大家可以互相的陪伴 相互交换精神上的感觉与分享 人生所想所得 两个人在一起是有好处的也有加分的效果 上面我聘的影片 现在大家就不用去看 等到回放的时候 或者是你把那个连结留着 那我们这个Cloud house结束之后 可以再去看 还有 我在留言区也聘了三个 就是另外还有两支就是三个这个频道 三个频道 我平常有空就听每一个影片就是三分钟 五分钟 你就会有所得 我们年轻的时候组织家庭有了婚姻了 但是我们可能都不知道什么叫爱 没有人会教我们 所以当在寻找另一半的时候 要维持一个好的关系 其实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一定要有爱 爱就是爱这个人 其他的都不重要 每个人都一定有一点缺点 无论是你的配偶 或是你的子女 还有就是父母的关系 这三个关系是我们最重要的关系 一定要从爱出发 但是因为爱这个人 而不是爱其他的东西或其他的事情 所以其他的事和物都不是最重要的 所以要把优先次序轻重缓急分清楚 所以有时候事情不如你愿 也没关系 因为你爱的是这个人 不是那一件事 东西弄坏了搞砸了 没关系 你爱的是这个人 而不是被弄坏的东西或搞砸的事情 因为你爱这个人所以你愿意 所以有时候想说基督教结婚的时候 为什么常要问这一句话 我跟他讲 你的回答 是I do 中文就我愿意 你愿意是什么意思 大家要思考一下 什么叫做你愿意 那愿意就是无所不包啊 无所不包 那你竟然要无所不包 那就是爱这个人 其他都不重要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答案 我愿意 所以下面这个影片也就是我聘在上面的 任何的关系 不管是配偶、子女、父母的关系 都是一点一点的累积 慢慢的越来越好 这个爱也就慢慢越来越多 也可能会在大家无意间 其实通常大家都在无意间 一点一点的流失 那种过程都没有感觉的 都是慢慢慢慢的发生 我们任何的关系 可以从正向的发展 你也慢慢慢慢的累积 好的一面 但是 大部分我们常常无意间 无所谓的将这个关系自然的磨损 很多都是以为是自然的 等到最后我挽回的时候 当然就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 所以凡事超知在我 以前应该是胡适说的吧 还是什么 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摘 所以你不能期望你想要的 而不做任何的付出 所以在未来的选择上 除了我们选择配偶 謹慎以外 更重要的是要如何慢慢累积 与配偶、子女跟父母之间的爱 有时候我常常想 选配偶重要 还是学会如何相处 重要 这个是 我常想 假设我们自己可以把自己的 精神能量跟 这种对爱的认知等分数拉到90分的话 那你碰到一个60分的70分的 平均下来可能也有将近80分 那这个就蛮不错的 可是假设我们自己只有60分 甚至50分的时候 那我想你要找到一个对的人 可能就相对的难 那假设你是一个90分的人 慢慢的潜移默化 那对方可能也会拉到80分 接近90分 甚至超过你 那就是相互的学习 所以上面这个影片大家有空 事后有空可以去看 再来就是还有我在留言区留的影片 贴的影片大家也可以去 频道有三个频道 最近我常常听的 那当然不是只有这三个频道 还有很多 你如果听了你就喜欢就留下来 不用花太多时间 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些智慧的话语 得到一些心灵的平静 人生要快乐 要从自己的内心出发 很多人想要依靠外界的物质的关系 这是永远没办法得到快乐的泉源 你依靠任何人或任何事或任何物 得到快乐都是短暂的 这些人事物如果一消失 或者是不如你意的时候 你的快乐就自然消失了 所以大家要从内心发出 精神力量的快乐 也就是你要从内心自然的快乐 真心的感觉到快乐 这种快乐是一种无的快乐 就是自然而然就很快乐 你就不会失去 也才是真的快乐 就是这快乐不会失去了 因为就在你心中 而且永远存在 不会因为任何事情而消失 因为它就是不会任何事情才感到快乐 它不是因为人事物才感到快乐 它就是你学了或认知了很多精神上 哲学上的问题而感到快乐 所以 苏格拉底说 他了解了人生的哲学之后 他感到非常快乐 任何时间 他就算他消失了 也无悔 无怨无悔 那就是真的快乐 才是永恒的快乐 如何累积我们精神上的快乐的能量 就是要 我认为 就是多看书 多听听好的频道 多学学 有智慧的哲学 看看大自然 从大自然跟大智慧的语句去感受它的快乐 常常享受这些无边无际的人生 智慧的学习过程 我们只要学了一个智慧 它就永远留在我们心灵 也不会消失 所以巴菲特说 最好的投资就是自我学习 那我们这个用在精神上也是同样的道理 慢慢的滋养我们的精神 我们的内心就慢慢的成长茁壮 这是我回答一个朋友的 那 他的回信就是说 他 从小就没有人教我们这些事了 但是 他说他现在要去理解这个东西 还有困难 要慢慢来 要每天练习 那你就会慢慢累积 你的智慧跟你的快乐 我也一直都在 学习 跟大家一起学 那就像我这两天 听到的那个影片里面有一个影片在讲 无性自主 无性自主 其实我的理解就是 你是自我fulfilled的 你可以自己满足 不用向外求 心外无物 其实外面的纷纷扰扰或任何事情 是因为我们的心产生的 外面本来就不是这样子 所以外界的环境是我们自己产生的 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是什么 知行合一是一种本能 不是你为了什么目的 去做一件事 你知道这件事情 对你有好处 所以我去做 不是这样子 知行合一是一种本能 我把它解释成伦理的本能 什么叫伦理的本能 就是 有一个人要跌倒 你会赶快冲过去把它扶起来 一个人有危难的时候 你会突然把它 你会本能的 去帮助一个人 或去做一件事 你从来没有想 就是 不用经过思考 你就会出手相救 你会 看到地上有个纸线 你会 很自然的就去捡起来 你都不会去思考 对你有什么好处 对你有什么不好 这就是知行合一 那这个就是我前两天 看这个影片里面 所学到的 好像是在 有话说译 这个影片里面学到的 那这三个频道 都值得大家去学习 所以我们不是每天都谈投资 有时候谈谈这个 那当然我们这个是 就是轻松了投资 大家也不用太拘谨 就是 也可以从这个题目 发挥大家留言 或者是上来发言 不然我们也可以 我们谈我们的投资 谈投资也 那 投资上免责声明 我们还是要讲就是 谢尔西是一个非一定事业组织 所有的资讯都是仅供参考 我们的回答回复也是教育目的 我们都不是专业的投资顾问 如果投资风险很大 你可能资产随时都会跌掉70% 投资大家需要谨慎 没有完全了解 就不能去做 投资要自行决定自行负责 到目前为止 文言还没进来 那当然麻烦你了 来 好的 那我们欢迎大家举手 发问 或者是上来分享你 投资的经验或者是问题 那如果你有上来提问问题之后呢 我们会把你放回听众席 如果你还有其他的疑问 或想讨论你的问题的话 那欢迎重新举手 如果你举手还没有被拉上来的话 就麻烦你先退出这个APP之后 再重新加入这个房间再举手 我们会再试试看拉你上来 那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下 给新来的朋友们 在这个CLEC YouTube视频里边呢 有一集非常重要的影片 那么希望新来的朋友 能够在我们今天 这个CloudHouse结束之后呢 可以去看看这个影片 那这影片就是在2023年1月27号 出播放的这个第三百九十八集 就是投资第一堂课 主题就是价值一亿元的投资人生 讲座的这个视频 如果你有机会看到呢 我想你就可以更了解 这个CLEC的投资理念 那么我们现在有位朋友 天华已经上来了 那麻烦你开门发问 谢谢 好 谢谢 詹斯老师自然好 我有个问题 因为就是最近就是这些 就是大科技给我涨的 像NVIDIA 像AMD 它的PE都 它的PE都多到了四五百 那么我想问一下 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 现在如果还在投资的话 是不是风险就比较大 因为PE实在太高 也就是说 就很多就是现在股价需要 需要很多年就就 就它才能回来 是不是我这种想法 是不是还是不太对 就这问题 就PE PE现在真的值 其实非常高 就这问题 天华谢谢你 PE高 其实我是想要有机会来跟大家讲 个股的这个价值模型 可是我们已经不太谈个股了 所以我去谈个股的价值模型 好像也不太对 所以 不过我们看一下你的问题 好我们从QQQ的前十大 Microsoft的PE Microsoft PE 35 还可以了 那 这个Apple的PE 30 也还好 那你看的 你说的 可能 NVIDIA NVIDIA PE 195 195 高不高 我不知道 可是 如果看数字 是蛮高的 那至于高不高 其实要从 其实一个价值 是要从几个方向 第一个它growth是多少 growth rate是多少 第二个是 你的期望值是多大 你想要从这个股票上获利 你想要得到多少获利 再来就是你要持有它多久 这三个都合起来才能决定 到底什么价钱是合适的 那Amazon的PE 300 那这个看起来就很高 是 那 META 33 Google 28 24 PE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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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哇 連PEXY 都37 那 还有特斯拉 大家关心的特斯拉 特斯拉 特斯拉 好 所以这是天华担心的就是 貴不贵 从我来讲 从我来讲 因为我们只看前十大 当然也占了50% 那后面还有很多 我没办法给你直接的答案说 他现在我们的股价贵不贵 那股价会涨跟不会涨 会涨多久 除了这个从价值去计算之外 那价值 的变数就很多了 你的价值 我的价值 跟巴菲特的价值 还有 普罗大众 投资者的价值 都不一样 不一样 那这个价值衡量 就是投资者自己要去知道 他的成长率 他的 你的期望回报率 还有你想要持有多久 持有时间不 长短不一样 你应该买进 什么价钱该买进也不一样 市场可以 用这样子的价钱 持续一直上涨 等待 明年的成长回来 那明年的股价 是等待后年的成长回来 那我也不知道 现在市场给这个价钱是 大家要等明年 还是现在就是一个fair value 还是说现在先买了 反正现在QQ354可能有点贵 那就没关系啊 因为明年 真正的价值可能就是350块 今年 现在的价值可能300块比较合理 可是涨到350了 你若不买 那 反正你等一年嘛 等一年他到了350 你就合理了 那明年的人 可能就要买400块 才买得到啦 因为 虽然明年的时候400块有点贵 真正价值明年的时候是350 那 他可能就是 没关系我买了 那等后年 所以这个跟你要持有多少年有关 假设你是一个 短线筹资者的话 想今天买下个月就要赚的话 那maybe 你要等到那个崩盘 那就是大家很恐惧 崩盘那个时候去买 你可能就 比较容易短时间赚钱 所以 那在这个时 价钱买的人 可能就是等5年你就会赚钱 你的回报率可能就是15%的话 那等5年你应该会得到15%回报 那如果再涨今天如果是500块 如果有人还去买 那我都 你可以想象 要么他就是无知 要么就是 他可能 他说我要等10年后才要卖啊 20年后才要卖啊 那500块没关系 跌到300块 无所谓 反正最后会到1000块啊 他说我等10年20年 我就随时买啊 也可以啊 所以 你现在想想看 你希望在多久的时间内 开始不要亏损 多久的时间内不要亏损 这很重要 那 假设你说你一分一毫 最长亏一个月就好了 一个月以上我就想要赚钱 那这个价钱可能就不适合你 因为谁也不知道下个月会不会跌啊 这个月会不会跌啊 明天会不会跌 不知道 可是如果现在是254的时候 就是大家非常恐惧 256 260 那个时候去买的话 一个月不亏损的机会还蛮高的 就是说那那个时候就是这种短线操作者 他们的天堂 应该要在那个时候买 可是那个时候的短线操作者反而不敢买 那长线操作者当然是最好 要在那个时候买最好 所以任何时间在254的时候都可以买 不管你是长线短线中线都可以买 那在这个时间点我认为短线投资者 当然我们这里没有短线投资者 你想要买了就马上获利 那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是 像礼拜一买到礼拜五 稍微小亏一点 那上个礼拜五不是请那个有一个 有一个人来问吗 那他是马来西亚吧 还是他就说什么时候买 我说礼拜一立即马上全部市价买进 那礼拜一啊 那到礼拜五 相当于没有亏没有赚 同个价位差不多在那个价位 他可能买到355 356 现在354 短线会亏损啊 可是我们是长线投资者 当然就是有钱就买啊 就是这样 那市场会不会这样一直涨上去 我也不知道 不过市场 常常是不理会你怎么计算的啦 常常不理会计算 所以你就 长线投资者其实 风险不大 你要短期获利的人风险比较大 所以田华我跟你回答说 我看起来这个是不贵 可是你说有没有很便宜 嗯 我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便宜 可是如果对长线投资来讲 这个是便宜的 假设他会涨到两千块 那现在354 可能会跌一下再上去 那还是便宜啊 因为你的目标是十年二十年之后 有一千块两千块 这个动作嘛 那跟买其他个股也是一样的 第一个你要持有多久 第二个你期望回报率是多少 第三个 他才来看他的成长率是多少 那才有办法计算出价值 价值 有空我们再来谈价值 我也不想在这边谈 因为 这个又落到个股去了 就不太好 不过我先打在 停在这里好了 田华我跟你回答这样 可能没有什么答案 可是市场会涨 他就是会涨 这个没有理由的 谢谢张老师 现在很多大机构 现在买了很多 其实散户 现在买了也没有那么多 是说明 其实还是有合理性的 我觉得 虽然现在感觉是 说没有那么便宜 但是为什么那些大机构 买这么多 说明我觉得还是 还是有道理的 谢谢张老师 谢谢 都会有道理的 蝶也有道理 张也有道理 只是我们找不出他的道理 所以我常常讲 投资什么都不用管 你管也管不了 这是这个道理 你怎么讲都有理 可是市场有他的路要走 可是我们只要坚定 长期十年二十年 你会赚钱就好了 天华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你 好的 接下来我们请 为提问 你的问题 谢谢 James老师好 大家好 早上好 我只是简单回答一下 电话前面的问题 第一个我就觉得 起码从我周边的 建普老师 我们CLEC的学生当中的 我大概做过抽样调查 基本上绝大部分学生都是 我不敢说 80%以上都在里面 所以我不那么认同说 现在这都是机构 散户和客户都在外面 其实不是这个原子 这是我个人觉得 第二个问题 我只要今天来讲一下 因为我如果讲错 建普老师就去内职指教 很多人提到这个PE ratio的问题 我觉得有些时候是误导 所以这东西我还是要讲明白这件事 第一个怎么去看PE ratio 我们最常用的 我们是Yahoo Finance 如果到里面旁边有个TEL 叫Analyst进去 就是你要看一般对我们讲的 Hi-P的公司 都是讲Hi-Tech的公司 Hi-Tech公司往往不是看PE 它最主要一个标志 是我叫PEG 就Forward P divided by Growth Rate 正常的应该在1.0左右 正常的 那我今天就打个比方 大家可能讲比较多的NVIDIA 到底NVIDIA的P 到底多少 如果NVIDIA 2024年今年的 FORWARD PE 将近3.7块5毛钱左右吧 那就除了今天的股价 就50多 NVIDIA今年的Growth Rate 是100% 那PEG只有0.5到0.6 不算高 那如果说明年的 2025元 市场预期它将近10块钱左右 那按照今天呢 就是38 所以它的Growth Rate 35将近就是1.0左右 所以就是换句话 你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看的PE 都是看一个新闻 看这个东西 如果你真的要去了解 海泰公司任何个公司 读进去 它的PEG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然后你从这个东西看 我结论我认为 一般公司 海泰公司 PEG 1.0以下很少 能够到1.0 到1.2 1.3 这都是正常的 但是你如果达到2.0 Close 2.0 那是可能是相对来说 比如说它的Earning金 是much higher 它的Growth Rate 从几个人 那你可以 argue 是不是太贵 怎么怎么 但一般在1.0 1.1 1.2左右 这都是非常正常的 很多时候 因为我们不能用一个简单一个PE 那你说ID&P多少 哇 很低啊 十几多亿 那为什么我们从来不知道 这不能这样讲 所以我跟大家大致说明一下 PEG 这是最好的ratio 而且到Yahoo Finance Tag 自己去计算出来 这比谁哪一个人告诉你 董事准 好 谢谢大家 谢谢魏 魏讲的是很好 这没有错 PEG是蛮好的reference 那可是我跟大家讲我的经验 我的经验就是 你知道2009年那个时候最低点的时候 我计算PEG 我有我的公式 可是跟那个真正的PEG 有一点点 因为大家 我的计算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 你们知道 我们算出来那个PEG都小于1 在2009年这点都小于1 小于1 那时候是便宜到满地4黄金 2009年出的时候 我就算给同学听 我看 我说这个东西实在太便宜了 卖房子 台译说买博买惊 就是 都给他冲进去了 这个就是 但是便宜到 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计算价值的时候 有时候 不是在算说 现在合不合理 反而在算 要让你知道 就是说 其实这种恐惧的时候 而且数据又证明 这个时候是非常便宜的时候 你要增加你的勇敢 你要敢买 这个你会懂数据的人 如果今天再来一次 PEG 你看到PEG 现在2 2点都是差不多2 2 可是当初NVIDIA 其实跌掉7成那个时候 那个PEG是多少 你们知道 那时候的PEG可能是0.6 可是大家都是一阵恐慌 一阵恐慌 那 所以你看 我们现在PEG是2.13 NVIDIA 可是NVIDIA在过去一年 过去一年的最低点 NVIDIA过去一年的最低点 112 那现在387 那你们看看 2.3 现在2.3 如果照以当初的112的话 那他的PEG是多少 除以387 乘上112 他的PEG是0.66 那个时候 好像没有人在关心PEG 如果你们去算那个时候PEG 就0.66 为如果 那个时候你算完 你应该是 赌上 生命都给他下去了 对不对 当然不是赌了 就是说 你会很勇敢 你不会跑出去 你就是要捏住 要抱住 所以大家学会了 我也教大家的PEG 那那个时候 那那个时候PEG 应该是0点多 可是 注意 PEG 有时候要自己算 而不是人家给你 为什么 因为 因为 当市场跌得很低的时候 大家都非常恐惧 也非常悲伤的时候 那时候的growth 他们 分析师会给的比较低 比如说 原本 现在的PEG 可能因为 NVIDIA 为什么 现在 现在大家对NVIDIA 非常 乐观 所以你现在看到PEG 2点多 说不定 因为大家都上调了 expectations 所以growth rate增加之后 本来如果 growth rate不增加的话 那PEG 可能是4 可是 因为大家要把它上调 所以它变成2 可是在最低点 去年10月的时候 你去看PEG 可能还是2 为什么 因为大家 现在期望 假如growth rate是50 那时候可能 growth rate只有2.25 或20 那那个时候 你算出来PEG 还是2 所以分析师的不准 那怎么办 你要自己算 如果 growth都靠分析师的话 那就跟市场一样 你会去看 任何时间 差不多都在这个位置 所以以前我们 这growth都自己算 我们不会去参考 那个 Yahoo Finance的这个 statistic的 这个 forward PE 或PEG 这个东西 因为那个不准 那不是说 那个PEG不好 PEG是好的 可是那个G 怎么定 是你要用分析师来定 还是你自己定 如果你用分析师 那大家都看得到 那这个就没有多余利润 就没有α 不过我同意 为了讲法 PEG很重要 对 可是那个G 才是重点 用多少的G 像特斯拉 你们要用多少的G 大家先把G搞定啦 你们靠分析师 你说分析师这么厉害 如果不靠他们的话 我们自己哪有能力 那就不要钱个股啦 因为 因为你没有能力 靠分析师不是能力 就是这样 谢谢魏 魏有没有什么补充的 Ginboss 我想问问题 就是现在人工智能产业 特别从今年开始发展越来越快 你对它的长期的远景你怎么看待 或者另外讲一个笑话 就是很多人讲 就是说将来人工智能会不会也会加速运营到 我们的理财啊 投资上面 也会变成很合好一个工具 会不会你有什么考量这方面 会 你留在台上 你不要下去 我不想现在谈 因为这个是很长 我等一下大家问完 我们可以来谈 你问了我很高兴 因为这很重要 这很重要 可是一讲可能会讲很多 会比较长 我们有问答 下面有对人工智能智慧有兴趣的 你也可以上来 这是一个大哉问 也对我们投资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当然我们买指数有什么重要的 不是啦 我们生存在这个环境里面 所以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 你就算不投资个股 你要知道 你如果偶尔小部分有个股 你更要知道 等一下我们谈 那Tana 我们往下先走好了 来 OK 接下来我们就请Dave 发问 谢谢 Dave 你有讲话吗 没听到 Dave 的声音 哦 Dave 来 开麦 Dave 你们 诶 没听到 哦 有来了 大家听到吗 哦 有了 有点小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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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声音有点 好 好像比较好了 我们还是没听到哦 还是没 来 再来试试看 没声音 有 现在好了 来 谢谢你 就刚才有些朋友说 现在股市贵不贵 或者是看什么指标PEG 首先我们如果搞个股的话 我们投资个股的话 就是我们要找我们的Alpha 你连那个E 就是对你要投资的公司的E 未来的E 你都没搞懂 Growth G就是Growth E跟G两个变量 你在未来你都是要靠自己的估计 对这个公司了解的估计的情况下 如果你对这个公司了解不深 你其实就是投机在赌博 那就不要投资个股 就投资大盘指数就好了 舒舒服服也有保证 长期来看 投资个股确实就像老师 每次在开课之前的那一段 讲话之中 宣言之中所说的 投资个股的风险是非常巨大的 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Alpha 就不要投资个股 也不要管什么PEPEG 投资个股不是靠这么简单的几个指标 就能理解这个公司的盈利前景 具体来说 不能详细分析这个公司的生意 在未来做的如何的情况下 我们投资个股就是非常冒 非常大的风险 包括现在很热门的AI 或者是高科技股 任何股票都是 在这个前景下 如果你没有找到你的Alpha 你就是在投机在赌博 跟短线投资者没什么区别 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 谢谢Dev Dev讲的也很正确 我常常讲一句话 就是说 你有没有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事 你如果没有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事 你就没有Alpha 所以我为什么说有些数值要自己去算 它的G跟E 你要知道那个E Earning 光Earning的话就有很多版本 你看到的表面的Earning 那可以做出来的 那Earning可以做出来的 巴菲特所看到Earning 他是从财报里面去抓抓抓抓抓 他发现很多隐藏的资产没有计算到 他就说这个超便宜 可是我们没有人去计算了 你们有看财报吗 有看联报 没有 你就看不出那个价值 你看到的都表面 所以你如果没有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事 所以你常常要问自己说 这个东西是只有我知道吗 还是别人也知道 如果只有你知道 那你就挖到金矿了 如果大家都知道 你就看那个AuFinance的所有Data 那就不会挖到金矿 那个可能挖到一个粪坑 所以你不可能看一个说明书 就会开跑车了 你只有自己学会怎么开跑车胜利 你要标 你很安全 不是靠说明书 所以我想Dave说得很好 喂也是很棒 这两个都是异曲通工 只是大家总结一个 就是说这些东西指标都很重要 可是不是指标 是要自己算出来的指标才有意义 如果大家都知道的指标 去看什么市面上什么资料 indicator 什么什么不管什么 你把这些东西能够generate出 跑出一个 任何资讯弄一弄你跑出一个 only you know nobody know 你要先问自己 我这个东西是只有我知道吗 还是别人知道 如果大家都知道 那我凭什么因人家 这个要先问自己一下 还有就是一个公司的growth 也不是从书面上看得到 真正投资一个公司 你要胜出是要了解它的商业模式 当你了解它商业模式 你就可以自己算计算它的growth growth 那我说你投资NVIDIA人 你又没有计算出所有现在demand 不是不是你去问NVIDIA NVIDIA不会跟你说 你要知道现在所有的全世界的AI的demand 有多少server需要 要多久会被fulfill 那这样子在fulfill的过程里面 growth rate是多少 那NVIDIA去台积电投片 他投多少片 台积电可以给他多少 产能无限大吗 还是NVIDIA要多少就有多少 还是 要等台积电另外一个厂才有办法 才有办法再fulfill他所有的需要 你有没有研究过 这个要从end to end 以前我在 做红机的 VUhead的时候 我们PC里面最重要一个frustration 上下震荡最大的就是DRAM 我为了要让全世界的 brand就是我们的channel了解这个DRAM的 未来趋势 每一季要用多少DRAM的价钱报价 我都要去研究所有的DRAM厂的 印、澳 产能capacity 未来有多少厂会新盖 它的产量是多少 那整个PC的demand多少 我要自己算 算完之后我画两年的 一个曲线给所有的channel 你们现在用多少钱的DRAM去bid 这个才有办法 胜出啊 所以 你不管是投资 DRAM NVIDIA 或是AMD 或是Apple 或者是Google Microsoft 假设你没法了解它的商业模式 你怎么跑出机呢 跑不出来 了解吗 所以很重要 这些数字都很重要 指标很重要 问题是指标自己做 要自己做 如果没办法自己做 你就没有多余的alpha 所以Wei讲的指标很重要 David讲的说指标 你有没有办法自己做 好 Dev跟Wei有没有什么补充的 没有 Wei 来你说 会 没有 谢谢你 你再留着 那个文言你回来了 来留给你 还给你 谢谢 那Wei刚才已经有讲完了 请问Dev刚才说了吗 Dev Wei都说了 数分还没有 好 数分如果您在的话 你可以按右下角开麦 谢谢 谢谢各位 各位早安午安晚安 不知道你在哪里 不知道你的安是什么 但是我想要讲一下就是说 像我这个投资人 你们所讲的任何一件事情 我都不了解 而且 我 没有想要去了解 因为从我的经验我知道 我只要长期在这里面 我是得利的 就像在 2021年的年底 我卖了一栋房子 有了一笔钱 刚好听到 James讲说 QQQ 我都不知道什么东西 我就 一直投 从400一直投到300 然后投完了 都没钱了 结果他还一直降到200多 当然那时候 因为我自己有经验 我知道他会回来 所以 不管怎样 我觉得 我觉得 James讲得很对 就是你要有信心 你不懂什么都不懂 你一样放着 你一样OK 现在我就变成正的了 所以 我是觉得 大家 大家 就刚才有人问到 这个钱 这个价格 是便宜还是贵 我觉得 只要长期来讲 他都是便宜的 如果你是短期操作 我相信 那 就是要很有智慧 那些东西 我们都不会 我觉得那个就 give up 然后讲一个 AI的笑话 前几天我听到一个笑话 就说 他去apply a job 那个job的 第1个question 就问他说 Are you a robot? 他就说 他以前不相信 robot要来抢他的工作 现在robot真的come in 要他的工作了 所以 所以我不知道 有一天robot 或者这些AI 对我们造成什么影响 但是 我是 我是乐观其成 因为 毕竟我也退休了 我现在就是在看 这个AI 对我们有什么样的 威胁或是 造成好的事情 所以我是乐观其成的 然后有关于 James刚开始在讲的 有关于 快乐这件事情 快乐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有一阵子 我自己觉得 只要我去了自然界 我人就会好 情绪就会好 然后我就跟我的 朋友讲说 我现在只要去到自然界爬山或干嘛 我心情就好 他就跟我回了一句说 喔 那你心情常常不好 我说 也是啦 我觉得说 其实心情要好 其实蛮困难的 但是我觉得内巡永远是对的 这个东西永远不在外面 然后就像有 以前我听过一个人 他去了日本的一个 Museum 他坐在一幅画前面 欣赏那幅画 欣赏了 半天 四个小时 我心里想 我看一朵花 我刚才就 我现在走路 我就看一朵花 我想说 我要给他看个 两分钟 我就看不下去了 你可以坐到一幅画前面 坐了半小时 慢慢的 欣赏每一个笔触 有一次我去小琉球 我同学问我说 有没有坐在海边 坐个下午 我说我看那些浪画 看个两分钟 我看了就看完了 我还 能坐个一个下午 一直在那里看浪花 那你就知道说 其实很多事情是 我们以前都 我们现在变成要学会去 欣赏的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以前我们 急急隐隐的要去工作 要去赚钱 现在我们慢下脚步来的时候 我们慢的人力没有 每天都急急忙忙 不在干什么 我 我都没事干了 我还在急急忙忙干嘛 所以可是我现在要学习的就是 我要看立斗花 我要看很久 我看一片叶子 我要把它看很久 我看一画 我要看很久 我要看一个树干 我要把它看很久 我现在要学习的是这个 我觉得这个会让我 更平静 或者是有 有一点快乐 我是觉得快乐是很难的 是一辈子 要学习怎么样去 去拿到 就是自己的快乐自己救 就是这样 以前有一句话 什么自己的国家自己救 现在是自己的快乐要自己救 就是这样子 我想讲的就是这样 就是说 白痴也可以投资 就像我一样 完全不懂任何事情 有群就进去 长期持有 我不会打死不卖 因为我毕竟没有下一代 要留给谁 我没有这个 我可能一半是留给公益 然后 这些东西我不可能不卖 后来我想要把它卖卖给 需要的人去 我不可能不卖 而不留给谁 我就不知道要留给谁了 对不对 我觉得刚开始有点像 要留给我的子儿女 后来想想也不对 因为他对我的人生没什么贡献 不如拿给那些 需要的 小朋友 或者是流浪猫狗 这些人 这些事我比较最关心的事 就是这样 想分享而已 谢谢淑芬 很好 其实 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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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是 最好的道 什么是无为 无为不是说什么都不做 无为就是你很自然的去做 叫无为 所以淑芬就是 很自然的 去投资 很自然的做 很自然的 你要想强求 也强求不来的 很多事情你要自然的做 就是这样 那这个跟快乐也有关系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常常记得一件事情 就是 我们以前去Gran Canyon 就是大峡谷 花了将近十个小时 风尘仆仆 还住个晚上 到了大峡谷 到了大峡谷 每个是下景点 看不到两分钟 一分钟 那个导游就说 所有的人都一样 花了这么长的时间 一天一夜跑到这里 五分钟就看完了 全部大家都坐在那边 他说这个美景要慢慢欣赏啊 你们千里迢迢来这一场 他就照两张照片 他就开始去买Speria 所以他跟我们讲说 你要慢慢欣赏 已经来到这里了 一样 我们人啊 已经来到这里了 慢 慢慢 索文讲的很重要 慢 你要慢 你心才会平静 平静之后 你才会找到快乐 不容易 可是 可以慢慢学 比如说我常常 咖听那三个频道 里面当然有讲诗词的 有讲人声的 有讲我们 俗 世俗的 俗语 为什么这样说 那还有一个 一个频道是 讲英文的频道 东西方结合 都差不多 诗词的 比较精简 他就 像有时候我听到诗词 我就是那个震撼 就是 无语言表 比如说 最近我看到的一个诗 就是 天若 有情 天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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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如果有情有义 他有感情 他如果动情 他如果 那个的话 天若 天若 天若也会老的 因为情这个东西 就是难 你如果没办法断舍离 天若 天若有情 天若 可是又回来了 我之前谈的那个 你要对你所有的感情要爱 那我们就 仁义有情 仁义老 那不就 肯折磨吗 这里面要去分 要去体会 就好像古事一样 一句话在这个时间讲对 在那个时候就错 所以 一定要去拿 抓住那个真 所以 天义有情 天义老 仁义有情 仁义老 那你的情要放在哪里 你不要烂情 你要专注 什么才是你重要的人 你愿意 你如果都不愿意 你就孤单一个也没关系 一个 出世的 和尚 也很快乐 他就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你要选择 那你决定了 你就要去 很快乐 去维持这个感情 你都不要 也很好 所以天义有情 天义老 接下来下一句 越若无恨 越长远 这个中国人的 宇宙观念跟这个 这种 无语言表的这个意境 不是说你写一大篇文章 不是说你写一大篇文章 你越苗又越黑 越苗又越不懂 所以我讲到这里就不用再解释了 一听就懂 天义有情 天义老 越若无恨 越长远 这个太棒了 好 我们就停在这里 所以让大家去体会 那谢谢书分的分享 对 无 无很重要 无很重要 那 看有没有其他的人要 那个 好 好 James 老师 然后 在PC说 你念出来 好 PC 你要讲话 来 喂 PC有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你没有开麦 上来右下角 哦 下去了 我可以听得到你的声音 那PC上来怎么又下去了 来 我在那里 拉上来一下 怎么又不见了 他刚刚又举手 又不见了 又来了 我看一下 呃 呃 呃 PC没看到你上来 他应该有话要说啦 嗯 好的 还是 呃 老师我们稍等一下 我们先把那个 room chat里面的问题 我先问一下 好 嗯 好的好的 那 呃 刚才有朋友在 rootch 里面发生的问题 是Iris 问到说 请问老师对于特斯拉开放抽 充战 给福特等 有何看法 谢谢 好 好啊 这个PC 抽电 不知道为什么上不来 很多人都上不来 好 充电站 特斯拉这个公司 他就是 很多business 他供给充电站很好啊 你会想像 特斯拉可能就是未来 除了 除了这个 汽车制造业之外 他有很多business 未来会一直 一直一直一直 扩张 而且你要知道 他这个 商业模式 他这个 Elon Musk的这个 你不管 我不管 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 这个Elon这个人 可是我的观察是 他是无为 他是真的是很 从我这个 这个经营企业过的 这个角度来看 他真的是 无为 他的智商是真的非常高 EQ也非常高 像我在这边 热热等 讲了一堆 在Elon来说 他不用 他 一句话就讲完了 我常常 听他在访问 你看他的 讲话结结巴巴 其实他 只讲 每一字每一句 都只讲 该讲的 不该的 讲的 他一句话 也不会从他嘴巴吐出来 你就看他的Twitter 也是一样 精简到 不可以 可是都是hit到重点 那我回来说 Elon 把特斯拉带到一个 无为的境界 就是说 其实他讲 我们也不一定要获利 哇这个东西实在是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我们老子无为是什么 假设你有目的 你有目的 你就有成败 假设你完全没有目的 连一个企业说 我们也可以不用赚钱 哇这个 索向无敌 索向无敌 这个企业是索向无敌 当然你们不要去买特斯拉 我没有建议 我只是在分析一个人 不管哪家公司 我都感觉到 哇那个索向无敌 那他当 他这种状况的时候 你看他为什么会开放 所有的patterns 因为他索向无敌啊 索向无敌 我不怕 你看他有多强壮 我不怕 我不用保护我自己 我的能力是 比你们高太多了 你们知道 everything is nothing OK 那这厉害 好 所以回来 特斯拉说 我要帮助所有的 汽车都成功啊 很多投资者 这怎么可以 我们该我们的 怎么会变成 你看他的 legion有多大 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讲 年轻人讲说 你在企业里面 你在工作里面 帮助所有的 同事都成功啊 你就会最成功 你就是总经理了 为什么 大家要靠你啊 所以 你一定要帮助 所有的员工都成功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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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两个都要升经理 你就帮助另外一个人升经理 我讲 没有人不靠你 那你就总经理 特斯拉竟然做到 我可以帮助所有的 汽车 我要帮助所有的汽车厂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这个是我讲到这里 就是说 他每一样都会是第一 那不然他怎么帮人家 既然人家都要靠他 所以为什么分析师赶快买买买 哇塞 连他的competitor 都要 请他帮忙了 那真的是 所向无敌 这是我的看法 是留言的 好 谢谢老师 然后下面有 刚才有看到 几位朋友举手 包含 Andy 鹏 然后 应该PC 然后我已经有尝试 把你们邀请上来 但是一直没有成功 所以如果说你们有问题想问 或是有 就是有那个话题想要交流的话 麻烦你们就是强制退出这个app 然后再重新打开这个app 加入到这个房间 然后再举手上来 我们应该可以重新成功的把你拉上来 那 非常感谢 那下一位 应该是 魏 那魏如果您在的话 可以按右下角 魏 魏是我拉他上来 魏你要讲话吗 我这个建筑 我发了一个 在chap里面有一个link 我觉得蛮有趣的 跟大家分享 我跟这个 吉米也谈了 他是这个 Chanceworth做了一个统计 就是说 以五种最常用的投资方式 Return 然后呢 我快点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大家都可以去 这个link 他是有五种方式 他做的统计是 从2021年到2020年 20年这是Chanceworth不做的 如果一个人 如果你每年投资2000块钱 每年花2000块 有五种方式投资 最后结果怎么样 他做一个投资 第一种 perfect timing 就是说 你找一年当中最低的时间买进去 最好的时间 第二种 就是 immediate 就是 1月1号 无脑投资 拿到2000块钱 就投进去 第三种方式 就是 Average Dollar Cost 就是你每个月 把2000块钱分成12个月 投进去 第四种是 bad timing 找每年当中最坏的时间 股价最高的时候 把它买进去 最后一个就是 不投资 他五种方法做出来 是 其实当然了 你说 每年当中最低位买进时 你成最高 变成15 15万1 另外一个最坏的时间 也值2万亿 第二个最好的就是 Invest immediate 13万 其实他的conclusion是这样讲的 就是说 不管你哪种投资方式 其实20年当中 差异都不是很大 最高是5万 最低是3万 什么时间买占 不差 关键问题就是说 你不投资是不行的 就是说你如果不投资的人 只有4万块钱 比方说 你放cash在铃铛里面 只有4万块钱 不管你用哪一种方式 是投资 不管你在投资当中在 best timing 还是worst timing 还是average 因为不管哪种方式 其实他的return差异性 都从 从20年角度来讲 差异都不是很大 但是你不投资 决定是不好的 所以说 Test Wall 这种方式蛮有趣的 就是说 一般我们能的认为 就是我投资 很重要 其实他这观点 讲给大家听 其实 Toming 从20年角度来讲 他的return的difference 非常minimal 不会差太大的 好我就讲到这里 下面有个link 大家可以 自己去慢慢解读一下 我大致把他主要的讲出来 这个东西 好 那个 魏谢谢你 你还是留在台上 因为我们等下要谈AI 好谢谢 那个 魏讲得非常好 我跟他讲 我们讲说 有钱就买 打死不卖 有钱就买 有钱就买 什么时候最好的时机 有钱就买 可是 我们在这里的朋友 大部分都听得懂 可是 世界上 听得懂的还真 真的少 真的少 所以我们 一定要理解 所有的投资 你这个钱 摆进去20年 大家的期望值都一样 摆进去20年 期望值都接近于什么 命嘛 都倾信于 君子嘛 所以你任何时间买进去 最后都会君子的 最君子的 我讲过 如果这个东西会涨到1万块 你200块买跟300块买 你去算算君子 一样的 你只要经过20年 它会变到1万块 你现在200跟300买 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你现在这个火箭 发射到月球 从美国发射 跟从中国发射 跟从台湾发射 跟从北极发射 跟从南极发射 其实 但是如果距离来 都一样 都同一个点 虽然我们差了10万8千里 都一样 所以 你短期 近的看都差了10万8千里 可是长期来看都一样 这个未讲的很有道理 大家可以去再体会这个东西 文燕我们往下走 好 谢谢 好 谢谢 那我们下一位是Eason Eason 如果你在的话 可以按右下角开麦 谢谢 好的 谢谢 建普老师和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今天也是想再分享两点吧 第一点就是 首先我们 对我们个人要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吧 因为每次我听到 建普老师讲完之后很多朋友提问 他们就会问到个股啊 问到这个 甚至 问到这些 技术方面的问题 比如PE啊 这些 那我觉得 如果你是新手的话 刚刚听到 建普老师的课的话 这个可以 但是如果你是 已经看了 老师的很多视频 已经了解了很多之后呢 我不知道有没有 你按照老师的想去做 就是买进 QQQ 或者呢 比如在国内就买进51310 我觉得我们绝大多数呢 都要认清自己 其实就是普通人 这个我们对于投资方面呢 遇到建普老师这样的老师 就是给我们知道 指出了这条 可以 长期投资慢慢变富的路呢 是非常幸运的 所以呢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 就是 认准了这个老师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盲从了 其实你就按照老师的意见去 就这样 打死 有钱就买 打死不卖 就可以了 当然如果你还是想 这个 去 学习一下技术 研究一下财报 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呢 但是呢 这会花很多精力 而且 你研究出来之后再去 你是想干嘛 还是想选个股呢 还是自己 再发现更好的 目标呢 我自己这段学习呢 我自己把近年和近二十年 这个 纳指100 标普500 和巴菲特 伯克希尔哈萨维的 走势 就是把他们 对比的 就是放在一起 这个拉出一条走势固 大家都可以试试 这个这个航空软件都可以做得到 这是证明呢 就是 无论是近十年 还是近二十年 纳指100 都是约超巴菲特的公司的这个 这个这个走势的 呃 其实我想说的是 是什么呢 就是说 其实像巴菲特这样 啊 非常 厉害 啊 就对这个股票 各股研究非常深入 非常聪明的人呢 但是他 靠 这个个人的 能力和视野去选股 仍然是 跑不过 纳指100 所以我们普通人更不要去花这么多的这个精力和时间去研究这些了 你有些时间就就像杰姆老师这样就是 就就就按这一条 就是就是这这一种方法就去做就好了 然后其余时间也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啊 这个是 第一点啊 等一下我再说第二点吧 我想听听杰姆斯老师的 看法 看法 谢谢 谢谢艾森 对这里面 牵测到两个 第一个 我们是无知的投资 我们是无知的投资 不是我们不会无知 大家都要知 只是你皆认同 认同 不是无知 无知是有风险的 我们不是无知 我们不是无知 我希望大家不是无知来随便 无知的就follow 不是 所以我们是 因为知 无不知 那再来就是第二个就是 有钱就买 就相信这个东西 这个是无为 无为 这无为 无为里面有 有些人说 我就很研究啊 为呀 为什么 很多人就想要研究研究 没问题的 很好 可是大家知道 还是要无为啦 就是说 你研究的目的是什么 研究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研究的目的是想要增加更强大的获利或者是获利翻倍 那就有为 那就是有目的性 无为是无目的性 有为是有目的性 所以 我们常常讲假设你今天为了练书法或者是你为了唱歌或者是为了一个coding 为了能够coding 为了什么 为了能够糊口饭吃的话 那不会成功的啦 所以 所有创业家 都是无为才会成功 你如果一开始创业要去开个店就是要赚大钱的 那你最好不要去做 你说我要做一个美食 让全世界能够 享受到 我所做的这个食物 我看到他们吃 那个高兴的程度 我就满意了 这样才会成功 所以你看那个 Google 扎克伯格 Steve Jobs 他们一开始要赚大钱嘛 然后 他们要 解决人类 造福人类 所以一开始那个心态是重要的 那个无为就是不是为自己的 所以 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是很火 所以 无为 假设你研究技术分析你研究这个产业分析 你就是想要多赚钱 你先打住 这个 目标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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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说那建树我研究这个就是要赚钱 那你先打住 等到你去体会出来的 你研究这个做什么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就是说 为什么要知道这么多 俗分赚最多 他什么都不用知道 真的不知道的人赚最多了 我跟大家讲真的 可是 那为什么要去 知道 知道没有什么不好啊 可是不要为了钱而去知道 这个我跟大家回回答 无为 Alison讲得很好 无为 那Alison你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好的好的 谢谢老师 我想分享的 第二个方面就是 也是刚才听到老师讲就是 那我们应该 说的刚才提到马斯克 其实 就是我们应该像马斯克 还有像杰普老师一样 就是 当我们发现 当我们掌握了一种 这个 就 一种好的东西 那我们是希望能分享给更多的人 去帮助更多的人 让他们生活更好 让他们都能赚到钱 就像杰普老师这个 这个一直都是在 无常的去 去分享他这个 投资的理念 去帮助更多人 他甚至在这个 打出租车的时候都会跟司机聊起来 这个 所以呢 我想我们 除了自己 去走上这样一条 这个正确的投资之路之外呢 我想我们也应该学一下老师 去帮助 身边的人 那 那我在 因为在国内呢 就是 应该 能够直接 国内还好 能够有那个 bilibili可以听到老师的讲 但是 但是 毕竟 可以 比如可以 上到的youtube 或者是这个clubhouse 还是很少的 所以 知道老师的人 应该比这个国外海外的人这个更少一点 所以呢 那那我觉得我就是会尽力的去推广老师的这种理念 比如我在国内我会写这个 一些文章在微信的那个公众号上 会把老师这种理念写出来 在一些投资的这个社区啊 比如雪球啊 我会写这些的文章 把老师的理念推广出来 把这个老师在 bilibili上面这个视频推给大家 那我这样做了一段时间之后 也有很多朋友会联系 会主动联系我 那我觉得这样就是 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可以 这个 能让更多的人去 去走上这么一条正确的投资的道路 我觉得这个这个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这个 第二点就是享受这个 谢谢 谢谢 谢谢阿尔森 非常谢谢你 谢谢你 我有在雪球 或什么看到一些文章 应该都是你 你写的 呀 我们的文章 跟我们的影片 跟无常的 只要你不是拿去盈利 都可以 尽量推广 你要copy 也就copy去 没关系的 你要 像有一个朋友在国内的 他说他要开 开 就是 跟 因为他太太专门做养生嘛 还有做是精神 那他们有读书会 想要用我们的影片去教一些 我说可以呀 没问题呀 那他说 他可能等两年之后 自己学的比较好才能开 我说不要你现在就开 现在就开始练习讲 你需要帮忙的 你有问题来问我 你需要讲义 我讲义就给你 我就是这样子 只要你不是盈利的 都可以 都可以 你要 你如果需要讲义 我整个讲义 powerpoint 都给你 都没问题 这个 这个就是这样 所以 谢谢 Yason 就是 谢谢你 还有 有人愿意推广 都没问题 这个 这个 我很高兴 很高兴 谢谢 谢谢 无 还是无 今天我如果来教书是为了钱 或是为了什么目的 那我就是 一定会失败的 不会成功的 不会成功的 当然我也没所谓成不成功了 这是该做的事我们就做 做了就好了 Alson他有没有什么要回应的吗 是的是的 非常感谢 其实 因为我接触老师课 从去年9月份到现在还不到一年 但是呢 这个有些这个 有些东西我觉得就是一种可以生出一种缘分吧 或者是种机缘巧合 就是 一下子就 我感觉就是 就是 一种就是我找了很久的一种 投资的方式 非常适合 非常适合我 我在跟着看了很多老师的很多视频之后 我就 我就做了决定 就把我当时所有的这个 在国内的股票全部都换成了 这个纳指100 513100 所以目前到现在这个 这个 已经证明了这个 这个这个决策的 非常正确的 当然我更好这个纳指100 将来 像老师一样我们要永远乐观 永远相信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 谢谢 谢谢Alson 好那文言我们继续 好 谢谢Eason 那我们下一位是PC PC如果您在的话 James老师 你好 听得到声音吗 很清楚 谢谢你 谢谢 那个我是PC 我想 跟老师请教 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我们退休了 也听老师的话是 有钱就买 那进去之后 我们在退休的过程当中 其实还是要花钱 那要花钱的方式 其实有三种 第一种就是 呃 像台湾这边 大家非常熟悉的那种高股息 每年有一些 鼓励可以做生活费 第二种来讲的话是需要用钱的时候就把 把这个QQQ卖掉当做一些生活费 这是第二种 那第三种来讲的话就是老师之前一直在介绍的是 执押借钱或者是其他方式借钱来生活 那我们比较不知道第三种 那可不可以请老师针对 这三种的一些利弊 以及第三种 我们比较不熟悉的部分 在台湾要怎么样去做 借钱生活的这种方式 麻烦老师谢谢 好 你既然讲了我就是来谈一下这个 哎呀 好 第1个 我先讲一下 借钱投资风险很高了 如果你年纪大了没有必要了 工作不稳定的你就不要轻易尝试 一定要记得 借钱不可以超过流动资产 比如说你 你不能直接超过 20% 这个都要遵守 确定可以支付 每个月的还款 假设你还在上班 你借的钱是要还的话 那你就要确定你有能力还款 才可以考虑 OK 好 这里面 好 这个朋友 就是其实 他是 他是 Tony 大家如果认识知道 他跟我讲 因为之前他就是 原本去质押 股票质押 结果质押之后 后来那个银行说 要叫他还款之后才能够再重新 重新这个 签合约 这个 换约 那他 这样子不好啊 这个怎么 可以 因为我们不想去卖股票 去还钱 后来他想一想就来找我 我就介绍 要给他另外一个朋友请他去 后来 那个有一个朋友 就是我知道他在台湾台北也是做质押 那他的利率 利率跟那个都还不错 那个证券商也很好 所以 我不是 我没在推广 任何 建商 可能每个其他建商也都很好 或者是其他银行 我只是举个例子 OK 那他在富邦银行 开户 银行开户 开户了 也在富邦证券开户 那他得到的利息就非常好 而且 原本他是在另外一家银行 给他的额度只有700多万 那富邦银行给他额度就2700多万 那差很多 2000多万跟几百万 那差很多 差一个等级 所以你可以运用的钱就很多 所以 如果你们可以的话就去富邦银行 富邦银行做证券移到富邦银行 我不是在推广 我跟他没关系 没关系 只是我觉得这家银行就相对其他 因为我很多朋友在台湾做职业的 都会给我一些资讯 OK 那他利息也比较好 他 利息 利息跟每个人都 职业背景 还有你的资金有关 你如果五亿十亿的话 那利息当然就很低啊 你如果1000万 那利息就相对 亿的人就高 那这个每个人不一样 所以我就不跟大家讲 他利息多少 不过就是2点多啦 2点多 2点多 那你只要3以下都是很便宜 都不会贵 3以下都很便宜 因为 因为我们美国都7了 6了 所以在富邦银行 假设你去富邦银行 你免手续费开办 免手续费 那永远本金都不用还 永远不用还 而且一年半之后 可以展延 而展延的时候就是 有新的credit 借薪就还救 就一直滚下去了 所以这是我们最佳的状态 那所以 台湾的朋友 你如果没有其他 你的银行不是很好 当然 先问问你的银行嘛 那这里有个标准嘛 第一个你要问什么 利息多少 第二个是我要还款吗 利息要还吗 最好连利息都不要还 OK 第三个是 第三个是 我可以永远不还吗 第四个是 每半年或每一年半要换月的时候需要手续费吗 有些人就需要手续费 有些有些有些银行就是每 那个什么 那是行员要赚钱 因为他帮你办 他每办一次给拿五千 所以有的行员就搞不清楚 就想要让你解约 解约完之后重新办 那credit变他的 我这个不好 其实是不需要的 所以那个朋友 说要解约 他就 不愿意 后来那个行员回来 不用不用了 你重新直接签就好 你看 行员有多坏 当然不是每个都那么坏 所以你们去看看 去找富邦赢 至少我觉得这个还不错 假设你得到的 你得到的 你如果没有得到这么好的条件 我希望你们自己去找 如果你的没有得到这么好的条件 你可以写email给我了 我在refollow 那我不知道那个朋友会不会忙死 那我是认为你至少要千万以上 一千万以上才去做 做做职押了 不然你就好好工作 有钱就买 有钱就买就好了 PC我这样回答 你有什么问题吗 在关于这个 这个 职押的事情 建设老师 谢谢 这一段非常的清楚 那这个部分我会去找我们券商去问 看这个部分 因为我现在是退休的状态 也没有什么 薪资上面的金income的问题 那我是想说 请教 刚刚除了第三项之外 像第一项的 这种所谓台湾 习惯的高股息 跟那个第二项说 卖掉一部分来当生活费 这两个来讲 我需要有一部分的钱 转到高 高殖利率的股票吗 还是说 不要 你卖掉股票的话 已经把母鸡杀掉 没办法再继续圣诞了 这两个都不好 这两项都不是 这两个都不好 OK 你知道0056 他从发行到现在 就是25到30块 就在这边 伏伏伏传承 那有的人说 James老师我就放在高股息啊 我每年可以拿70万啊 多好啊 我这样就 吻啊 没有 你拿70万 你永远拿70万 你20年后的70万 可能不够花 不够花 还是70万 可是我们的 QQQ是 现在拿70万 明年可以拿75万 到最后 20年后 你可以用300万 用不完 那个时候 300万的钱 可能相当于现在150万 可是你70万到那个时候还是拿70万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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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只剩下现在的36万 你去看他的股息发配 很不稳定的啊 有时候两块半 有时候 0.9 也是上上下下的 不好不好 这个 股息绝对不好 股息绝对不好 好的谢谢老师 好 对不起 刚才那时候老师再问一下你刚才讲的所谓的 比如说我有 有1000万去做质押的话 是使用上也不要超过20% 是 可是你不会一次就 200万就拿出来用嘛 你会慢慢用嘛 一个月5万块5万块用 那 你的股票会一直涨一直涨嘛 对不对 OK就是有那个额度在但是就是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用 而且你不要1000万就全部质押嘛 假设你有3000万的话 你有3000万的话你不要3000万全部质押 台湾的朋友记得不要3000万全部质押 质押了之后 不好啦 你如果在证券商 证券商不一样 证券商你股票还在你的账户里面 你要卖啊 为什么也没问题 因为只要你的股票够多的话 证券你用的钱不是很多 好像margin一样 就是好像融资一样 你不是很多的话 他不会管你 可是你银行的话 他是把证券直接移到 移到他银行的账户去 假设你3000万的股票都去只要给银行的话 那银行就全部由你3000万的股票拿走了 那 你虽然在用哪一天他就给你说 这个我们利息要调高了 哇 你说不行啊 你为什么要调我利息 不然我要移走 他说你先还钱先还钱 你又没钱还他你就动不了 你没有bargain power 所以我们那个tony家就有bargain power 你就要还我还 我就要离开了 那 所以呢你如果3000万你就直押1000万就好了 你不要3000万都可以直接给银行 你还有控制钱 那这样子的话你要换约 他就说那你还钱 你又没办法 那你去哪里拿钱 换约 没办法 所以你只要1000万 那如果在证券商 证券商随时让你卖股票 所以是可以把 股票 卖掉 还回去 都可以 好所以这个 第一个 就是说 所以你在证券商 假设你3000万 他只要他就给你 2000万的额度 那你就 好 好那就慢慢用用多少 寄多少利息永远不用还 可是假设你是到银行去那就不一样银行就你最好质押三分之一就好了 那你就需要多少拿多少用 最好谈到是永远不用还的 Turn 最好 就是这样子 那PC这样理解吗 非常谢谢老师 非常清楚 谢谢 好 谢谢PC 谢谢James老师 下一位是浩青 浩青如果您在的话可以直接按右下角开门 谢谢 James老师你好 还有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是浩青 那个关于 刚才PC讲的那个 我自己有一些同感 我在台湾那边也有一些股票 然后有一些个股 那大部分是那个0050 不过就是说 那个个股的部分的话他们都会发一些股利 但是呢 已经投资了十几年那些个股 几乎不会涨 那就只有分股利而已 那0050是因为那个台积电的关系所以涨了一些 然后反正就是说 我用台湾那边的钱我现在暂时也不用 所以就说 分出来的股利我都把它回头回去 现在都直接买那个00662 那以00662最近的绩效的话可以看到那个是非常 可观的 从 反正至少涨了大概20-30%去了 反正其他那些个股 因为我自己 是本着就是反正买的就竟然不去动 那就算了 然后多的钱再去 按照俊老师的方法下去做 就大概讲 那另外的话我今天要问另外一个问题是 关于这个纳斯达克跟这个QQQ 那个在星期二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 纳斯达克本身是上涨一点点 但是这个QQ反而是下跌的 那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蛮怀疮 这个不是应该是 一样的东西为什么说一个涨了 反而一个跌了 然后再去看这个星期五 这个涨幅 那纳斯达克是涨了20.62点 那QQQ是涨了1.35块 那以这个比例来看的话 这个纳斯达克大概是涨了0.156% 那这个QQ上是涨了0.38亿 相当于说 纳斯达那个QQ 涨的幅度是纳斯达克多了一倍 所以就说这两个好像不是非常相关的东西 就是可能有连关但是没有正相关 那我再去分析10年整个的走势的话 这个纳斯达克大概涨了4倍 那这个QQ上是涨了5倍多 所以说 两个的涨幅上是不太一样 那再来再去看这个QQ本身的前十大 那这几家公司有那个Microsoft大概涨了9倍 Apple涨了12倍 Amazon9倍 NVIDIA110倍 Meta12倍 Tesla40倍 Google它有两个各涨5倍 还有Blockhand 涨了22倍 Pepsi涨了2倍 那以这个前十大 给它平均下来之后 它的平均涨幅大概 就是以10年这样来看的话 涨幅是22倍 到23倍左右 所以说这个让我想到就是说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 你会想要去投资个股 因为 你如果说你去投资这个QQQ的前十大的话 它的涨幅 反而比这个QQ的涨幅还多了将近 4倍多 所以我就不想说这个 Jim老师怎么去看这个事件 谢谢 这个就是你有多少 新量 你有多少 Alpha 你可以做多少事 这个魏也自己也很清楚 当初在去年初的时候 后来 后来市场下跌的时候 个股是跌得非常非常凶的 00757跌得非常非常凶的 那现在00757就长得比较快 有的人就回来跟我讲 老师你看这个当初00757 那现在 可是当初大家跌得心脏都快没了 魂灰魄散的时候 怎么都忘记了 所以 你有多少新量 做多少事 你不要 那个 心脏病会发 可是你又想说他会赚很多 这两件事情是个不可以同时存在的 你要心脏病发 还是要赚更多钱 这要先考虑清楚 所以个股 当然没错 没错 这个股会赚的比较多 OK 你若做对 做错的话 你会破产 都是这样 或是会 这个 让你心脏病发 那你要选一下 要选一下 要点点自己的心脏 所以 Peter Lynch讲说 投资 不是考验你的脑袋 投资是考验你的肠胃好不好 你会不会吐 你会不会恶心 或是市场一跌 你不要躺在床上四五天 就是你看有的朋友 就要去看清神科的意思吗 有啊 好多啊 也不上次跟大家分享 不是吗 所以 先确定自己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自己先确定 投资个股如果归零 你还可以活着 这样就可以了 那至于你问的就是说 那斯达克跟QQ有什么不一样 QQ是前一百大 那斯达克是几千支 不是只有一百大 所以QQ是大公司啦 大公司 NASDAQ是更多 那你会发现 礼拜五的时候 NASDAQ才涨0.16 QQ涨0.38 那NASDAQ涨的不多 代表什么 那小型股就跌的比较多 小型股绩效率 你看那个Russell 2000 就是跌掉0.8 所以你会发现 你如果看Russell 2000跌0.8 那你就知道大部分都在涨大型股 那那个NASDAQ就 就涨得不多 那QQ就涨得多 有一天 Russell 我记得礼拜四还礼拜 Russell涨 2点多percent 2点多percent 结果NASDAQ就涨了 一点多 那QQ就涨没那么多 那代表什么 那天那天 大公司都跌 0.757跌3点多percent 就大公司都跌 所以 你如果把NASDAQ跟Russell 2000 两个并起来看的话 你就会发现 Russell 2000如果大涨 那QQ就会输 NASDAQ 因为就小型股在涨 Russell 2000如果大跌 那QQ那代表什么 那大公司就比较好 那QQ就会胜过NASDAQ 那浩清你 这样可以理解吗 是可以理解 所以 所以如果说 有一些人想要投资个股的话 因为我知道 在俊老师里面 很多学员他们 也不非常听话 很多人还是有买个股 那如果买个股的话 是不是就如果要买的话 我也没办法 给你们 所有的人学完之后 要衍生出什么样的东西 这我就没办法去 跟大家建议说 好跟不好 因为好不好是 因人而异 因人而异 没有什么 我想这里面 不是只有大家投资QQ 有人可能 还是会去投资 特斯拉 NVIDIA 或是换来换去 你们换换看 那我们上次有个短视频 就是你可以算自己的绩效 任何时间投资 投资 就你算算看那个整个 那个 XIR XIR 你去看看 如果你的绩效还不错 而且又 不用缴税 美国要缴很多税 你说说 我缴税完 还是胜过指数基金 Not bad 不好 也不会说不好 你愿意做就可以 如果做不好 那就回归 无为 无为 无为是保证 其他的就 不一定 不一定 好 谢谢你 还有没有问题 谢谢你 我还有另外一个 一个 我 做事的一个 刚好遇到一个客人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 也看看 Juan老师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就是前几天 我去见了我一个 印度人 客人 他们是做超级市场的 那他们说他们要做那个 就是要做他 renovation 那当然我说 你们做这种 supermarket的话 在pandemic的时候 会不会受到那个 整个 船运 的影响 就是像 一个货柜 你们当初到底是付了多少钱 然后他就跟他说 这真的是差蛮多的 他说 在这个pandemic的时候 他说他一箱货柜 近来大概是三万五千块钱美金 一箱 然后他说现在不一样 现在一箱只要两千六百块钱 就有了 我说这个怎么差了 好像有三十四倍去了 他说对 但是我后来又回来想想看就说 虽然说你这个货柜的这个价钱降低了 可是好像我们去超级市场买东西 价钱好像也没有被降下来 就是这个一旦推升上去之后 好像就下不来了 那还有我自己又想想看就说 当当时候像那个长荣还有几个 大公司 他们当初不是发那个 年终奖金花了一百多个月 我就想说那个整个世界 我们所生产出来的财富 每年应该都是 一点点微乎上涨 上涨这样子 但是因为这个pandemic之后 然后造成他们这种货柜 价钱 极度的上升 上升了十三十四倍去之后 然后把这些财富好像 跑到了这些少数人去了 然后造成整个 全世界的这个inflation 所以我说这个好像有点 不公不义啦 但是这个好像也没办法 那一旦这个上去之后 好像这个inflation 好像也下不来了 所以我就不晓得说这个 君老师对这个 有什么看法 谢谢 那没错啦 那个通膨是有 僵化性嘛 所以为什么 央行一定要 不计代价的 打通膨 这个 这个就是自然界 所以 现金是垃圾 现金是垃圾 你 你去年如果多 你假设来去年你你做一个做一个飞机 4000块 现在要6000块 那你去年做就赚2000块啊 对不对 所以 钱是垃圾 把它 早一点用掉 你是赚钱的 钱是垃圾 那当然你不要拿自己的股票拿去资产不要卖掉 资产是资产 资产是会赚钱的 OK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借垃圾 借垃圾变黄金 借垃圾去花 你花掉赚到 你花 花到赚到 你借人家钱来花 花掉赚到 当然你要能力有资产 你不要花到自己都破产 那也不行 像0056 0056这个 高股息的这个 股息变来变去的 你为什么变来变去 你看它的长荣 就是比例最高 长荣4.3 他育民 他育民也是1.1 我看到他就两个航运股 可能还有没看到 所以 其实 这个cycling的就是这种 这种景气循环的 他们这个股息不稳定的 不稳定的 所以 没错 不能说他不公不义啦 就是说 这个就是景气循环嘛 景气循环 那 没关系 只要 通膨上去了 产业 上去了 那东西卖贵一点 我们做 汽车卖贵一点 这个 这个 Apple的 Gargo 卖贵一点 什么都贵一点 我们资本家都赚钱了 我们资本家不怕贵 不怕通膨 不管通膨通缩 资本家都赚钱 怕的是你都不投资 是劳工 W2的 拿W2放的 那就 亏钱 你去年的薪水 就亏了 你拿到钱就亏了 就这样 浩俊谢谢你 谢谢建老师 谢谢 好我们回来为了AI 这个还有一些时间 我跟大家讲 第一个我先很快的讲 苹果 苹果的Gargo 3500贵不贵 太便宜了 我跟妳讲太便宜了 你们都不知道太便宜了 以前我记得一个Desktop 20年前的Desktop 也2000多块 那时候2000多块 大家不都买了吗 现在一个Gargo 3500 太便宜了 而且可以做这么多事 可以做这么多事 OK 你知道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 非常high-end的computer 它是一个 七八个大荧幕 它是一个 这么棒的产品 3500 太便宜了 太便宜了 如果对这个有 有看法有意见的 可以上来我们讨论 不过就是会花很长时间 所以 我讲高科技就这么厉害 Amazing Amazing 这个 这个Amazing 特斯拉也很Amazing Apple 终于 上个礼拜还在谈Apple到底怎么样 我说 哎呀 它 好公司会找出 他们的成长路径 哇 这个很厉害 当然我说厉害是不是真的厉害 我们也不知道 最后要看结果 可是 这个Google 真的便宜 你要知道 以前我们买的是 Desktop 之后买的是 Laptop 再来是什么 Portable 再来是什么 Headtop 就是在 在头上的电脑 带在头上的电脑 你会发现 这样很Bolky 以后不会了啦 以后绝对不是这样子 Apple这个改变是改变人类computer的另外一个境界 以后 我跟你讲 说不定 那个一个插件 插到你的脑袋 头壳里面的 Noodle Link 直接插进去 就是一部电脑 OK 那你不喜欢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 以后是 Noodle Link 一个 一块东西 直接插到人类头顶 每个人头顶 一出声就会被打六个洞 以后就 Plug进去 他就这样 当然 看起来很可 听起来很可怕 我只是imagine 这太厉害了 所以以后 Computer已经 变形了 Computer以后不是 Nettop 也不是什么 手机了 就是 戴眼镜的 这种形式 那以后会 越做越小 越做越少 所以以后可能 什么一个 Contact Lens 你就 就结束了 他太厉害了 他外面的六个 六个 几个镜头 你看到的那个 你所看到的那个外界 即使不是外界 也是荧幕 他的六个镜头 把外界的景象 缩到你的荧幕里面的 叫做wallpaper 底层 Application就在 贴在上面 那是一个 就好像 你们现在的电脑一样 电脑所看到的那个wallpaper 以后是 就是外面的世界 外面的景象 就real的 那可是Application 是on top 这个real real的世界 是wallpaper 在背景 那你转来转去 你可以把你的App 定在一个方向 或者App跟着你走 都可以 所以你转回来你的书桌 App就在你上面 你转去跟隔壁的人讲话 那那个App 不会跟着你走 这很厉害喔 很厉害喔 OK好 我就讲到这里 我们的时间有限 所以 这个是 不得了的事情 可是3500 太便宜了 太便宜了 Mike你上来有没有 有什么事要先讲的吗 没有就是 回忆老师这个 这个眼镜 因为对 我也看了好久 听了很多事情 可能跟老师有点 不同的意见 不过 不过我也在正在琢磨是不是该 来买了 我是相信我大概 就还是受不了 一定会去买 因为家里有小朋友 可是我一直看到 Elon Musk 对这个东西有一个批评 他的批评蛮特薄的 他是说这个 就好像一个人 把一个TV放在鼻子上面 就说你觉得这东西会成功吗 可是我后来问了一个朋友 他告诉我说 This is not 100 inches TV 他说不是100寸的TV 它是100尺的TV 这个时候我就突然吓一跳了 我觉得说 因为我前一阵子去看 Fever Beach 有一个 那个VR的那个秀 专门给那个golf game的 他那个screen就完完全全是 差不多将近是 200 不对应该是 至少六七百寸以上的那种 让你看那个生力气进的那种 那种打的 因为最近马上就要一个 又是一个 女子杯嘛 所以我心里在想一个问题 就是说 像他这种东西 你永远要带在脑袋里头 带在你鼻子上面 就是像以拉妈说的 Put TV on top of your nose 就是把一个电视机放在你鼻子上面 这个是人类要的吗 然后第二个他必须静态 然后第二第三个是说 这是两个反对 第三个我的反对是说 我如果家里两个人 以前是一台电视机 200寸我可以去看 可是呢 如果说我跟我太太 我变成要带两台 一人带一个 或者是我个人个人 这个是不是变成一个 好像说这个世界要改变 变成是一个单单一的世界 我在享受的时候 我太太就不能够享受 就没法跟他一起享受 这个会不会是 是不是这个世代在改变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想听听看 怎么样 谢谢 麦克你担心的后面那个应该不存在 只是你要买两部 所以会卖更多 每一个人都要一副 这是number one 所以Apple 好像手机每个人有自己的手机一样 可是你们如果要一起看电影 你可以啊 Netflix 他应该有一个叫 一定是 一定是类似那种 TV就两个share 两个share 大家都看同一个片子 没有 这个没有问题 像我们在那个room里面 不是大家都看一个 同一个power point 这不难 不难 都同一个 不会有问题的 只是你们要买两个google 不难 第二个伤眼睛的问题 看起来是 可是也不是 你如果看电影的话 它那个luminate要很强 所以打到你眼睛的那个 眼膜的时候是 多少的 亮光的眼压 这个叫做 light pressure 有多少亮光 你戴眼镜的时候 你戴眼镜的时候 它可以调得很暗很暗 可是你看的还是很清楚 所以进到你眼球里面那个 视网膜的那个 光线的亮度 数量 这个 light的 energy 没有改变 所以它可以很暗 你就会看得很清楚 所以我 我觉得这个是可克服的 它可以控制你进 反正我们眼球是进去多少亮光 你有感觉多少亮 那它可以 用很少的亮光 就让你 跟你看大萤幕 或者是 可能比你盯着手机 或盯着iPad 的亮还少 了解吗 很多人晚上看手机 那个亮光好大 他自己也不知道 可是你如果戴嘎狗 那个亮光是控制 可控的 你想要都亮 都还不一定可以 它就是控制 你该接受多少亮度 就这样子而已 那你还是感到很光 可是你所受的眼压 跟那个 眼睛亮度的 这个紫外线 不管什么线的 这个刺激 量很少的 它可以用很 很 的那个亮度 你就会感到很亮 而且它的尺寸很大 所以 我不 我觉得 这是可控的啦 这是可控的 所以两个问题 第一个 带着 而且 以前我们 Desktop的时候说 我要去做点事 你就一定要去书桌 就做 后来因为有 Nordbook 所以可以 这个Desktop可以移来 后来有 Portable 那就是 Anywhere 就 你出去外面 在大庭 广众之下 或是在山上 你还可以看YouTube 那就是Portable 现在 现在是大嘎狗嘛 你要做什么事情 你不是 整天带着 就是 我现在要去做个事 或是我要看个电影 或是 你就带起嘎狗 就好像 可是 还是比Portable好 Portable还是得 放在你的脚上啊 你要去喝个茶 你不行 可是带个Goggles可以 还有带个Goggles可以一边炒菜一边看 看你的那个Recipe 一边炒菜一边看看那个都可以 所以 他的Goggles 可以看出去 看出去是camera帮你看 他投射在你的镜头上 所以 It's much better Mike 对 对 那就是说 就会变成 就是像马斯克说的 就是你要把 比如说洗澡的话 或者说什么东西的话 你可以享受那个生理精 它有3D的嘛 听说它可以把你旧的照片 以前2D的照片变成3D 这个东西我倒是以前 因为我以前也做过这个 就是他能够把这东西改 改的 Dats嘛 变成 这个的确是 比如说你可以跟你的亲人见面啊 你以前旧的照片 给拿出来变成一个影像 这个的确是很吸引的 而且很感动的 就是我觉得 比如说我现在突然想想念我的夫妻 或者什么就是 我可以把他以前过去的那个录影带 放不到我这边来 我就看到他在我旁边呢 然后跟我讲的话 那些 以前那时候是VHS 这个的确是一个很可怕 很棒的东西 可是就是要有一个 就是User Behaviour 你要把这个TV 或者Live 放到你的 on top of your nose 这个我一直感觉到 马斯克这句话好像有点点 感觉到我会有点自足不前 我不晓得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们每一个东西的 Revolution 这个都会 Innovation 都会有一些 barrier要去跨过了 以前我们不是说 哎呀 从小就盯着荧幕多么伤眼睛 现在有人在讲这个吗 哎呀 没办法 这是Live 这个barrier会过去的 这是barrier会过去 对 我们以前认为不行的 现在好像天天 你天天看手机 好像你也不会觉得 你对你的眼睛有伤害 以前会 以前还说手机会有脑波会得脑癌 现在好像也没人提了 慢慢的 戴眼镜是正常的 就是这样子 应该以后不会有人在买 Desktop 就直接买个Gargo而已 这个就是形式的改变 那会不会伤眼镜会不会什么 我觉得现在有疑惑 有疑惑 会有担心 就好像以前马车 开始有马车的时候大家也担心 有火车的时候大家也担心 反正有任何事情 大家都会担心一下 过一段时间 就好了 呀 这个是我认为的 所以这个 人类的前进是 non-stop non-stop 谢谢老师 我没有问题 不过有一个东西 我不晓得 因为我今天早上起来的 比较晚 有一个东西我不晓得 大家有没有问到过 就是说昨天有一个 统计师 书记出来 跟老师以前 所跟我们教的东西 有点接近 他说美国在去年一年 2022年的平均家庭 他说household不是个人 household的资产增加了3.05万亿 然后全美国的平均家庭的资产是188万亿 然后他们的负债平均是19.7万亿 所以我突然看到真正净资产是168万亿 所以我后来再一看这个比例来看的话跟老师教我们说贷款的方式不要超过20% 其实这个好像跟这个美国的这个人的资产的配置 跟他的那个债务的配置是蛮接近的 大概这个数据差不多是167了 16% 老师教我们的是20% 所以我就echo一下老师这个说法 不过还是没有完全理解了 就我也不知道美国多少household 不过我大概知道 美国人平均的资产在pandemic之前是24.7万 然后现在是household来做我就不知道 household到底是两个人算还是三个人算 还是四个人算 小孩成年就不知道 单独成年是多少也不太清楚 不过大概平均一个household大概是75万 这是一个他们现在 除出来大约的数字了 所以我再echo一下老师刚刚在教我们这个配偶东西 我上一次也问过一样的问题 只是我们像我们这种 台湾来的人 就是泰国保守 很多时候都认为说 no debt is the best debt 就是说没有贷款最好 其实这个就是要要突破 很多时候 尤其到退休没有收入 连贷款都不敢贷 银行给你贷都敢要 所以这个心理上的突破是蛮难的 OK 我们没有问题 我只是echo一下 谢谢 好 Mike 谢谢你 那个关于资产这个东西 我找一个影片给大家 我们以前在长荣的时候 有时候演讲有一个 有一个那个 专门讲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不倒的皇宫 可以去看一下 好 那个往下走好了 拜拜 好 谢谢Mike 下一位是那个Frank 如果您在的话 可以在IU下角 拜拜 谢谢 大家好 我第一次发言 听James老师的 这个 指导已经一年多 一直其实有和好的心得 不过简短 有两件事情提一下 刚刚老师讲的这个 所谓Apple Vision Pro 这个 很新的一个innovation 我其实 刚好这几天有稍微 注意一下 其实 其实我看到一个说法 稍微分享 看看大家觉得 这样想法 对不对 其实 如果说 之前的iPhone 2007年的iPhone 是一个revolutionary的 一个invention 就是 把人类的各式各样的生活 电脑 通讯 上网 简讯 音乐等等 全部都结合在一起 那现在这个 Vision Pro是什么呢 其实Vision Pro应该是 更进一步的 从我们之前Apple 或者一般的电脑 电视 其实都还是2D 它是把它真正变成 一个3D的境界 就是我们眼睛看到哪个App 那就那个App就浮出来 然后我们手指动一下 它就可以进去 然后 然后又可以退回去 所以它 它其实是 在我们人机 或者人类在想象 或者跟我们的 电子档案 或者不管是虚拟 或真实的东西的一个 互动 而且它其实真的就是可以 带着还做一些 食物世界的事情 所以它这个是真正 跨到3D 就从以前的Apple iPhone是2D 现在 是3D 那这一点 其实想了一下 确实在我们生活 或者甚至很多工作行业 各个面向 医疗 各个教育 其实都会有很大的应用 这一点让我想到 刚好第二件事情就是要讲说 其实 早在2000年初 我就曾经 短暂投资过Apple的股票 但是 当时iPhone发展到iPhone4的时候 就有一个人跟我说 我是很后悔 他跟我说 iPhone4以后 iPhone4要再发展很困难了 所以这个Apple的股价就到此为止 那当时我也误信他的话 所以做错误的举动 但现在后来在2015 16以后 就自己觉得 我何苦来摘 就是 就是可以考虑 后来从那个时候的Apple 放到现在 就显然是我在资产里面反而是 这个 positiv balance 最高的一部分 所以这两件事情 做个简短的分享 就是 要随便听别人的意见 如果 做正确的事 其实还是要有自己的判断 那这个 Vision Pro 我是非常同意 James导师的说法 它是一个相当revolutionary的一个product 这个其实大家 我相信大家 在五年之内 应该都会用到 谢谢 对 这个是你们跑不掉的 你不用的话 以后会很奇怪 而且很多application都会3D 而且 这个 这个又牵涉到 之后我们等一下再谈的AI 这个 这个 这个在整个高科技是个大的picture 这个我们已经进入一个new era 所以我等一下要跟大家分享我的看法 谢谢Frank 不要随便卖股票 不要随便 你如果QQ买了你就不会卖 可是任何个股都有很多opinion 什么特斯拉不好的啦 什么Apple不好的啦 Microsoft不好 你去卖掉 你是差多少 我跟你们讲 你会差多少 你差多少 差多少 苹果 苹果 你如果从头到尾都不卖 你一开始苹果一上市你就买的话 1186倍 1186倍 不是1186% 1186倍啊 你那时候如果投资1万美金 你现在是1186万 现在还在成长 现在还在成长 OK 你如果Microsoft 我们以前 做PC的人都知道Microsoft 你如果买到Microsoft 你是涨多少 3421倍 3421倍 你说哪有那么刚好就买到Microsoft 你又买到Intel了 没关系啊 一半Intel 一半Microsoft 或者三分之一Microsoft 三分之一Apple 三分之一Intel 三分之一 不是四分之一Cisco 就这样四个都买 那时候最夯的都给他买 你还是非常赚 所以 个股不是不能投资 问题是 你抱得住吗 就像Frenk 你抱得住吗 你抱得住吗 跌掉80% 你抱得住吗 Amazon 可以从 九十几剩六块 Amazon 一千六百四十四倍 一千六百四十四倍 1997年到现在 那个 Apple跟Microsoft 还在1980年 开始的 这个Amazon 1997年 以前是四十年五十年 涨一千多倍 千一千多倍 现在Amazon 花多少年 不到三十年 涨一千多倍 我跟你讲 未来有公司是二十年 就会涨一千多倍 甚至更短 这个就是未来 这是未来 可是谁 I don't know 可是未来 你买QQ 一定会选到 就是这样 所以 就是这样 Dev 你上来 我们跟你 你要讲 跟我们分享 Dev 喂 请问大家听到吗 听到 来 请说 谢谢 刚才 echo一下 刚才那个 麦前辈说的 Elon Musk 批评的话 OK 他批评的话 虽然是正确 但是他没看到 另外 事情的另外一面 如果照他说是架在壁纸上的 电视的话 那对 眼镜式的朋友来说 他这个装置不单是 可以强调眼镜店的 生意 给 近视眼的朋友 一些福音 因为我知道 因为我戴眼镜 我知道在美国 你买一副眼镜 配一镜片 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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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块 镜 镜框就要三百块 镜片再加上镜片 起码六七百 跑不了 你这个装置才会卖三千多 以后我就不用再配眼镜 不用再五六年配一副眼镜 这样 一想的话 其实这三千多的 这个真的是很划算 如果他能抢了眼镜店的生意 我提醒一下大家 Google这么赚钱是因为他抢了 几乎所有广告公司的生意 他才有今天的股价的地位 如果你把这一块额外的 抢了眼镜店的生意的 那个市值加到Apple现在市值上 你想想Apple可以涨到多少 当然现在这些都还没有验证 要等他真正生产出来 在市场上流通 消费者有没有接受这种产品 像iPhone一样接受这种产品 这个我们才对他未来有个 就是正确的看法 那就个股来说就是有这种 就是说对未来业绩的 看法的一些风险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回归 我们就投资QQQ 或者大盘指数基金 那些大盘指数总会把Apple 放到他们的权中里面 而且如果他表现好的话 权中会越来越大 我们就不用自己上脑筋 来 考虑这些东西了 这是我的看法 谢谢大家 谢谢Dev 我还是这样子谈 就是说 QQQ是一个 大家都可以投资的 那我也没有说你个股不能投资 假设你有Alpha 那你 我讲一个就是说 贫穷限制你的想象 想象的能力限制你的财富 所以你有办法想象 一个东西一个公司的商业模式的未来吗 你能想象吗 如果你想不出来你的财富就有限 你如果能够想象出一个公司的商业模式未来 比如说我那时候选SQ或是其他的 我可以想象出 他这个是爆发了大爆发了 那你就有多余利润 所以 想象力 限制你的财富 你如果没办法想象 QQQ未来是2000块 2万块 的话 那你就是没办法投资 你如果能够想象出他是2000 2万块 那你就不会担心 你就会一直给他投下去 有钱就买 你还怕这个买太少 所以想象力 限制你的投资 限制你的财富 所以 最终还不管你投资个股 或是QQ 都是想象力 那想象力是什么 人类的成长 你能想象吗 Unbelievable 我 我是一个工程师 我也是一个企业家 我是 领导ASER的 我 连我都 他们做的东西都超乎我的想象 这个真的是 有时候是不要自己创业 我们比不过他们 他们这个 这个创新的能力 真的是厉害 你要看 为什么我一直看说 Meta的那个 那个 元宇宙是不会成功 因为他太局限于 那个社交媒体 只有一个 为了一个社交媒体 去买个Gargo 就算他500块 我都不想买 因为那只能做一件事 可是 像Dave讲的 我讲以后那个Gargo 会做的很knit的时候 你可能会带出去 因为带出去 那个5个眼镜 5个摄影机 就会帮你 调好你的近视 远视 都可以调得清清楚楚的 他看你的瞳孔 跟你的那个 那个视网膜的成像 他就知道 你有没有看清楚 就好像眼科医生 看你 不是在调你 测你的那个近视眼吗 他就看你的眼底 那个成像 那个 那个 有没有清楚 所以他会自己调光 调距 焦距的 那以后你开车什么 都是带个Gargo 就是 都会看年轻的 OK 这大致就这样子 所以 想象力是 限制你的财富 你想象的 你想象的 能够越多想象力 已经能看出他的机会 跟他的商业模式 好 我想Gargo 谈完了 我会来谈 为了那个 AI 当然我们今天可能会拉的比较长 没关系 其实既然有人问我 就稍微谈一下 有必要我们继续再谈 下个次 下礼拜 AI 这个东西是 无可限量 无可限量 第一个 你们会发现 AI现在大家就冲进什么 NVIDIA AMD 那个都不是重点 就好像当初的PC 重点就是Wintel 可是后来都不是 后来就是Facebook Google Amazon Apple 硬体都不是决定因素 最后不是 一开始是 好像Intel一开始是 后来就Intel不是 为什么硬体会被replace 现在大家都可以做chip 当然现在NVIDIA还是领先 就无可厚非 可是 特斯拉的那个自动驾驶 那个chip 可不可以做 Apple 可不可以自己做自己的 Google 可不可以做自己的 可以 还是可以后来居上 因为什么 硬体这个technology 是 比较 容易看到 什么东西 那个比较 追得上 那个不是问题 那不是问题 重点来 未来是什么 软体 你看看现在 Top10的里面 只要是做软体的 绝对是发了 所以 可是 谁会发 I don't know 可是未来 这Top10 QQ的Top10里面 有的一定要被replace掉 一定有些人会被replace掉 所以你们不要以为说 你去买QQ的Top10 今天要 过得好好的 No 未来 绝对会被replace掉 而且是谁 可能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都不知道 是谁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 你现在投资前十大很好 可是 风险很高 你要会换股 不然 可能会out 会out 会out 如果你看这Top10里面 如果没有replace 你看这个 Avago Nvidia 现在在上面 硬体以后绝对不在上面 那我说绝对 James你会不会太笃定了 世界上没有去一定 可是就说从逻辑上来想像的话 怎么可能是硬体在上面 对不对 怎么可能 一定是软体 百发真名 好我给你们讲一个 Netflix Netflix以后可能 会消失 啊 这不是Netflix会消失 怎么可能 我跟你讲 如果 他听到我的这个话 他可能会好 可是没听到 他可能会消失 你们如果年轻人要去创业 要记得我讲这个话 你们可以去创业 好我讲个故事给你们听 现在AI 你只要跟他讲 我要创业 刘德华 我要 林志玲的 美妙 我要 什么 什么 卧武长楼 那女主角叫什么 杨子琼 的气质 跟他的 哦 而且我要 编一个 日本 这个 东京 新宿 的黑道 跟中国 这些 或者是 东南亚 新疆 马来西亚 台湾的非法移民的 这个 黑道 跟日本黑道跟警察 的一个 贩毒跟 色情的 剧情 AI就帮你做一个 影片 你说两个小时就好了 好 做完你可以看 看完之后你发现 这不好 再调一下 这个地方 不好 一部影片就完了 所以以后 Netflix 做影片 不需要任何人 他只要讲几句话 就可以做出一个 影片出来了 那 Netflix会赚多少钱 赚死啦的 为什么他现在 拍一部片要好几一啊 他现在不用了 只要讲几句话就 就一个影片就出来了 而且呢 还蛮合乎大众口味 如果不喜欢 好 来 再来 这个 我 看 影片 我就说 我要看这个影片 可是呢 这个影片呢 我希望 这个在 把他加入一些 日本 股市跟 19 90年的泡沫 一起把他加进来 跟黑道 虽然Netflix 做了一个platform 我看的电影 都不一样了 我只要加几个字 我说要加这个 这些资料 加这些场景 他就演给我看了 他把当初这个 日本的这个泡沫 经济泡沫 再加上新宿的黑道 跟这个偷渡 还有这个 台湾人 我看到又另外一部影片了 我喜欢看我的剧情 那有的人说 我不要这么血腥 太血腥了 黑道在砍沙巴 我要想稍微温情一点的 他要做一个影片给你看了 所以 Netflix如果走这条路 赶快走AI 所有的人可以 背上一个剧情 看出一个影片 那他就成功了 之后他会赚大钱 可是他如果不这样做 另外有一个小公司 做这种东西 Make your own movie 哇 我讲Netflix就死了 Make your own movie 那谁要Netflix 连subscribe都不用了 他只要 9块9毛9一个月 你要看多少电影都可以 你只要打几个字 他就马上create一个 两个小时的电影给你了 所以Netflix可能会死掉 如果他不走AI 而且 Make your own movie 的话 那就会死掉 所以我跟他讲一个 AI 是会颠覆大家所有的想象的 谁会生存 怎么用AI的人会生存 不管 你是做什么行业的 现在歌手 应该是没细唱 演员 也没细唱 以后所有的Tool App 都是AI 像 Adobe 一定是有AI 我女儿现在做设计 现在Adobe上面就会有AI 你不用自己画了 他就AI 就做完了 所以以后会谁胜出 软体也会胜出 以后以前那个Adobe要很多Engineer 做很多Tool 现在不用 所以Adobe会赚大钱 Netflix会赚大钱 他现在不用拍戏了 写几个字 电影就出来了 那 谁能够 运用这个 Fulfill Cosmanity 用 现在可以用什么 现在这个 商业模式 AI商业模式 就是 走到 用极少的成本 做出极大的获利 所以年轻朋友 你如果是要想创业的人 你要走这条路 要走这条路 这个是无限宽广 而且 每个地方都需要 每个地方都需要 而且这市场 太大了 太大了 而且所以呢 谁会胜出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 可是 这个AI是不得了的事情 我还是回来 我每次 上次谈了 从开始一谈到现在 我的激情没有改变 像Apple那个Google 现在Apple的 iOS17还多少 你去旅行完了 他就帮你 可以做了一个journal 旅行的回忆录 这个是我当初想说 Google为什么不做这个事 明明知道我的路线 明明知道我哪里有照片 他为什么不给我 做一个journal 就是我去哪里 停留多久 这个 看到什么风景 路线怎么 我在旅馆 几点出门 几点那个 我开了多少 如果有人需要 我就好像一个 一本旅游杂志一样 就马上做出来了 为什么他不做呢 现在Apple在做 可是Apple做得多好 我不知道 因为iOS17 如果以后有 Jensen你去那个欧洲玩了 一趟怎么玩的 我说来这个给你 这journal都做完了 连照片什么 我在哪里停留多久 我在哪里 吃饭 点多少餐 点什么餐 花多少钱 都算完了 这个是AI 所以你们如果 写journal的人 写那个AI journal的人 如果能够发展这个 的话 不得了 不得了 你可以把人家的资料 就弄在 如果有人用 如果有人用 用你的 你说 free给你用 可是你的journal 要share给我 我把privacy弄掉 所有人都可以来找 一找就 开多少车 几点要起床 都出来了 花多少钱 都出来了 我讲 里面的journal 你那个Apple做完之后 哇好多种journal 你去德国有几千种玩法 而且 价钱不一样 它都把你列完了 哇 这个App有多有价值啊 如果 如果 这个东西再加上 再加上 Air Ticket Hotel Booking 我跟你讲 booking.com 如果不去做这个 以后会被另外一个App取代了 都会死掉的 所以I don't know 所以你只要 想象力够丰富 钱会赚不完 那我们投资者 当然不会自己去创业 我讲了我 我不会自己创业 我 你们年轻人如果想创业 这条路是无限宽广 无限宽广 好 我先讲到这里 我们 时间内 我们看看有没有人要 Echo的 所以那个高科技 会比你想象的速度还快 那当然 会讲 现在会不会PE太高 或者是 I don't know 如果以后像我们想象这个速度的话 那这个PE应该是 不高 不高 因为 Apple你现在看他的成长率没有 可是他Google一出来 一些App一出来 再来弄弄弄弄弄 我讲 没有人要拿Android的时候 那 因为 只有Apple有这个Google 所以为什么 我讲 以后就没有人能够用Android 因为你Android 就没有人做这个Google 而且没办法做这么好的时候 Google会不会有危险 Microsoft会有危险 I don't know 因为 Windows就没有这种Google 会怎么办 所以 未来 机会很多 可是 不知道的也 也很多 所以 你有你的想象力 你才有多少财富 你如果没有想象力 那你不用谈 你有多少的Alpha 所有的计算 都没有 不是Alpha 那个都在台面上都有了 可是 想象力是唯一你有的 别人没有的 我讲的 我讲的都是 一小部分 太多了 你把每个 business model Amazon Amazon做戴个Google 你以后买衣服还会买错尺寸吗 你Google就看到你自己穿的衣服鞋子怎么样 你只要把你全身扫描一次给Database都有了 给Apple Apple不会把你的release出去 可是只要 Amazon的 一个衣服 一个鞋子过来 Apple会帮你modify 让你试穿看看 Apple要做这个事 以前我不是跟大家讲 Amazon 要做这个 应该做这个事吗 我把我的全身的尺寸都 3D scan 给Amazon Amazon就可以调到 我可以穿的鞋子 跟我可以穿的衣服 跟我适合戴的帽子跟眼镜 Amazon不做 那现在 Apple的3D来了 看啊 看谁跑得快 所以 华人心讲 wrong wrong 快跑 你不跑你就变成人家的食物 你这时候跑太快都没有用 人家都把你吃掉了 还好我们都不是创业家 我们都不是企业家 我们都不用担心这个事 可是我们看他们在厮杀 就非常有趣 这个是我看到的所有的picture Amazing 好 我先分享到这里 每次我想到这里都非常激动 来大家分享一下 有没有什么需要 我最佳一点东西 最近我们都正在湾区嘛 最近有一个新闻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这个UC Berkeley 校长宣布 从1968年开始都没有增加新的college 今年增加一个最新的叫做computing data science跟AI college 这是今年宣布的 这是去建校50年以来 所以他们而且这个college是全部付free donation open to所有的community 就是说他不完全 说明他又说明就是说学校也会看待这些事情 就是说市场里面相当大 年轻人都要学 所以说他就看离这些考虑 所以我觉得这是前进是很广大的 年轻人大家都应该去学一下 有机会 好 以后所有的软体如果没有AI 那个软体是不会有人用的啦 我们以后人要非常很轻松啊 很轻松啊 我这说我要来 我要来讲课 我可以 叫他AI一直讲啊 AI一直讲 我只要讲几个字他就po一个YouTube 我现在 自己要做一个一分钟的东西 当然也很快 每个每天都可以发一个 可是叫我每小时发一个片子 不可能 对不对 可是AI可以 可是 以后你们 以后根本没有见识的存在 以后你们就会这样子讲 以后你们会说 我想听听James 谈一下这个 这个 指数基金的投资 的方式 就有个James的影片给你啦 那不是我 那个是AI 你要这样请James讲什么 他就讲什么 OK 可是他的Philosophy 哲学可能运用James OK 可是 我们不用开Cloud House 因为你们都会有James的答案 因为AI会创造出 那现在要为什么要Regulation 因为因为AI会胡扯八道 会胡扯八道 你们如果用过的时候 都会胡扯八道 所以 这个我们在过渡期 不要怕 不要怕 要面对他 都是机会 那很多事情 未来人类都会克服 相信人类 相信科技 相信美国 你为 未来QVQ的成长速度 绝对被什么 YOW10% YOW12% No More than that OK 那你不要担心那个美国政府debit 我在留言区有留一个就是我们那个 那个影片的就是不倒的皇宫 那个影片你也可以看一下 当你发现企业赚钱这么厉害的时候你还怕债务吗 当你的QVQ长得 可以涨到天的时候你还怕借钱吗 你还怕借钱吗 当你有1亿的时候你借个几百万美金你怎么会担心呢 这个要什么要眼光 所以有的人说建筑我不敢借 不是你不敢借是你对你的投资没有信心 这么多企业都在借钱为什么他们借钱因为他们对他们企业的成长有信心 如果盲目的有信心就会破产 可是假设你有理智跟知识 你的信心是有 有所依靠 那就很好 所以为什么不敢借钱是因为你对你的投资没有信心 那我可以理解因为去年都跌所以 大家借钱没信心 慢慢的你知道你会赚很多钱的时候 再来借钱也不晚 等到你退休有三亿五亿的时候 借个几千几百万几千万 轻而易举 很多人都说我这一亿讲座是骗人的 一亿真的是骗人的应该是写三亿或五亿才是真的 那有些人那个 不读书 台译说没讨厌又不讨厌 又问人说哪要去讨厌 要去学校 就好像有人问说为什么每个礼拜我们都在这边 反正那么简单指数买了就好了还在谈什么 那就是没讨厌又不讨厌 又问人说哪要去学校 就是你不读书也不是日志还问人家说你为什么要上学 这个就 无知 无知到几点 好 我们就这样子 要摸什么问题 好没有的话文焉我们今天拖了很久来麻烦你谢一吾辛苦了 没关系 谢谢 参与到这么晚的时间 然后也 老师可以对一些田园科技做一些更好的发想 介绍以及发想也非常感谢大家 各位专家一起上来一起分享 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我们房间会留两分钟的时间到38分 如果今天非常喜欢我们这个房间的一个讨论的话 可以关注左上角这个蓝色头像James老师 按关注之后 每周六的早上7点 美西时间7点钟 亚洲时间的晚上10点钟 都可以在这个房间里面再次跟我们一起讨论 分享关于你的一些投资理财的看法 交流以及询问 谢谢大家 好谢谢Moderator 谢谢文艳台湾的CAD都很辛苦了 那么晚了 大家休息了 那有事有问题 我们下个礼拜可以继续讨论 每个礼拜我们都会在这边 大家分享 好谢谢 谢谢大家 然后最后再补充一下 在时间到之前 就是如果 今天是中途才加入的朋友 这个Clubhouse的这个房间 最后你再 关注James老师之后